第二十题 化学反应式的各项系数平衡 遵守下列哪几项原则 甲原子不灭 乙分子不灭 丙质量不灭 丁莫尔素不灭 我们晓得根据道尔吞原子说 化学反应前后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原子的种类及数目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甲原子不灭是对的 因为原子的种类及数目不变 所以它的质量也不会发生改变 所以丙质量不灭是对的 而化学反应会产生新物质 所以分子一定会发生改变 所以乙说分子不灭是错的 那么因为我们的分子发生了改变 所以它的总共的莫尔素或数目 可能相同可能不同 所以丁说莫尔素不灭也是错的 因此会遵守原则就是甲跟丙 第二次提问我们说 化学反应式的各项系数平衡 遵守下列哪几项原则 我们答案选择是C甲饼 目前为止 化学反应ины 这 ensemble